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白纱Joss的主唱 余麦扣 我们白纱是一个很新的乐队 我们还不到一岁 这个我岁不才一到一百 其实就是我们想做到的一个 算是立个flag吧 但这个flag不会是像是那种反向flag 就是你一立完以后 你发现什么都没做到 这个flag这套节目会记录我们的日常 会记录我们的成长 甚至我们的冲突 然后这个视频可能要做一百七左右 下面的话就让老妹儿跟你们说吧 自己还在讲话 哈喽 你好 我是白纱的贝斯手老妹儿 这叫老妹儿旅行 我们白纱在一起快小一年了 其实我们七月末就是白纱的一周年 这一年感觉过得非常开心 终于能做到自己想做的音乐了 然后和我们的乐队 我们的乐队成员们一起 能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东西 非常非常开心 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觉得 是这样啊 我们想做一个呢 就是关于白纱的丛林道友 就是丛林道义的一个过程 把它的主题名为 我虽不财 大概一百七的养成系列的vlog vlog 怎么说来的 我觉得到100的时候 我们应该站在 我们想站在的演唱会舞台上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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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每次邂逅 只要选择行调 身的方向行走 放在背后 你男朋友 就跳到 别浪 哈哈哈哈 你好 我是邦邦 我是白纱洲界队的吉他手 我们乐队是因为 Michael和我是校友 然后Michael和老妹儿呢 又是在同一场音乐节你认识的 然后麦克就说要组一个乐队 大家一起玩玩 就说OK没问题 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随不才一到一百呢 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养成计划 就是见证我们从一个小鲨鱼 然后慢慢长大长大长大 变成深海狱鲨鱼的过程 那这段期特别的好听 超级好听 每一首歌都经过了千锤百连 希望你能够喜欢 你能够记住了吗 你能够记住了吗 我 我 Zither Harp